歡迎來到進轉全球 我是黃盛凱 今天全球市場緊盯美國勞工部公布的九月非農就業報告 尤其是最新的失業率數據 會不會動搖到聯準會堅定的鷹派立場 改變整個激進的升級路線 那我們來看到全球最近金融市場都繃緊神經 其中國際貨幣基金IMF就提出一個警告說 占了全球GDP三分之一的國家 在今年或者明年就會陷入衰退 那估計一直到二零六年 全球的經濟產出可能會損失達到四兆美元 那這個數字有多大 其實就相當於德國一個國家一整年的GDP 那儘管這個情況這麼危急 IMF總裁喬治艾瓦還是說升息不能停 各國央行必須要堅定採取緊縮立場 來打擊通膨 即便會衰退也在所不惜 否則如果這個通膨繼續惡化下去 將會對全球的經濟造成更大的傷害 下個禮拜IMF的年會將會在華府登場 那喬治艾瓦他已經預告要下修明年全球經濟成長預測 這同時是一年來第四度調降全球展望 他也呼籲說全球的決策官員應該要協調一致行動 避免如今脆弱的全球經濟演變成危險的新常態 那其實國幣及貨幣基金是在二戰後是聯合國設立的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重建國際的貨幣秩序 確保全球金融穩定 那主要的職責就包含了監督國際貨幣體系 還有會員國相關的政策 以及為國際收支困難的會員國提供援助 IMF九月才跟斯里蘭卡達成了二十九億美元紓困貸款協議 來協助破產的斯里蘭卡重整債務 那最近英鎊危機也讓人回想起一九七六年 當時英國曾經向IMF求援得救 以及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 南韓最後也是靠他來救 這一波全球的升息潮 之間牽動的是全球熱錢的流向 那在這樣一個資金緊縮的環境 當下 國際熱錢 他最優先會撤出的就是高風險的地區 那在臺灣南方的東南亞地區 首當其衝 尤其是不斷燒錢 但是獲利前景還是未知的新創公司 他們就成為外資的拋售對象 二零二一年東南亞新創大方異彩 新加坡的GREF 印尼的GOTO及布卡拉帕等 吸引全球投資人注目 不過好幾步長 2022年全球科技股慘淡 通膨的壓力以及較高的利率環境 讓投資人對於這些仍在成長期 且遲遲未能獲利的新創公司 頓時失去興趣 股價與市值持續探底 我們正在做的就是 主要是在高資金融發展的公司 我們想在這個非常不確定的環境 除了面臨全球科技業共同的難題 經濟學人分析認為 東南亞獨角獸還承受投資熱錢後進先出的壓力 因為在全球投資組合中 東南亞並不是最核心的部分 做投資決策的時候 進場順序排在後面 市場動盪要撤出資金時 又成為優先選擇 尤其後期進場的投資人 很容易失去興趣 導致東南亞新創市值縮水情況 高於全球平均 東南亞最大的上市科技公司 SEE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SEE集團主要收益 來自電商Shopee 及遊戲公司Garena 集團一計燒掉將近10億美元 營收年增率卻不到三成 成長力度降到五年新低 負債時續創新高突破6億美元 失去耐心的投資人賣股泄憤 造成股價今年來狂殺超過七成 市值從去年超過2000億美元高點 暴跌到300億美元以下 縮水幅度超過八成 SEE不得不縮減支出大坎人力 降低負債 這股負債在東南亞獨角的業界 現在正在市場上 我們已經看到賣出的賣出 在其他市場上 如同在印度尼亞 在其他市場上 也有很多資金 在市場上 有很多資金 在市場上 有很多改善 大部分改善 在東南亞地區 競爭超級APP地位的GRAP 和GOTO也好不到哪裡去 印尼新創公司GOTO 今年上半年 虧損暴增將近一倍 直逼10億美元 今年來股價也重挫大約三成 去年風光到美國上市的GRAP更慘 今年來跌幅是GOTO的兩倍 掛牌以來已經蒸發八成市值 不到對手GOTO的一半 兩家公司原本的目標 在明年第一季達成損益兩拼 但是總體經濟與投資環境不變 資金壓力越來越大 成為這些獨角獸的致命商 雖然市場一片看衰 但有研究團隊指出 隨著資金開始尋找 二國標的的替代方案 以中國對科技公司的強力監管 信息市場股權基金 對東協國家的投資 僅較2021年及2018年低 錢力仍不容小覷 不過GRAP 等公司面臨的競爭 不僅來自彼此 還有許多電商 數位支付 數位金流新創公司等著分一杯羹 搶食東南亞這塊大餅 如何建立投資人的信心 持續吸引資金投入 仍是一大考驗 我們看到過去幾年 東南亞新創獨角獸崛起 讓投資人非常看好 在去年他一度吸引了 大量的資金流入 這些公司他的成長很強勁 但是虧損連連 一直沒有辦法達成損益平衡 那我們看到現在全球的經濟 都刮起了逆風 這些公司當然受到的質疑聲浪 越來越大 我們來看到的是新加坡集團 C 他的主要收益 就來自於旗下知名電商 蝦皮 還有電競公司 晉武 那你可以看到他去年來的 虧損是持續的擴大 最近也開始大規模 財源來準結成本 那另外一家是 總部在新加坡的GRAP 他在強勁的外送以及轎車的需求 帶動之下 其實他的第二屆營收大增了八成 但是還是承受不住 汽油這些物價上漲 造成的成本壓力 所以我們看到在去年下半年 大虧了二十億美元之後 今年的上半年 他的虧損還是達到了十三億美元 再來看到是跟GRAP競爭 超級APP地位的印尼新創龍頭 GoTo 他今年上半年 同樣營收是年增了三成 但是還是難以改善 虧損的狀況 你可以看到持續的也都在擴大當中 那GRAP跟GoTo都承諾說 明年的第一季 他要讓部分業務達到一個損益平衡 但是現在總體的經濟局勢持續惡化 能不能止血 其實非常難說 好 我們看到現在整個市場震盪越來越激烈 那投資人他首先就會抱緊現金來投資買股 他也會優先選擇有穩定現金流的成熟企業 那我們剛剛提到這一些距離穩定獲利 還很遙遠的東南亞新創公司 當然首先就受到了拋售潮的影響 我們看到的是他的股價跟市值 不斷地往下跌 首先來看到的是新加坡的C集團 他去年底的市值最高一度逼近了兩千億美元 那今年來他已經縮水超過七成 現在只剩下三百五十億美元左右 再來看到是去年底才在納斯達克風光上市的GRAP 以及今年四月在雅加達上市的GoTo 同樣受到這一波拋售潮影響 你可以看到GRAP的市值 他已經從高點縮水將近六成 那GoTo他的市值也縮水超過了兩成 好 我們看到投資人 雖然大舉地拋售東南亞的新創個股 但是東南亞市場的長線發展 還是受到大家的矚目 吸引創投資金不斷地湧進 看好東南亞的最主要就是 他有六點五億人口 這麼強大的消費市場 那這幾年你可以看到創投業 對東協國家的投資金額 其實是持續地增加 那在去年2021年 已經來到超過兩百億美元 那如果講到今年 其實對於東協的創投投資金額 還是有超過一百億美元 雖然是沒有延續到2021年創紀錄的增長 但是你從整體的數字看起來 還是呈現上限的趨勢 那東協國家 尤其是中間的越南 它的前景最受到看好 泥泥道路上兩頭白牛全力奔駛 越南安江省一年一度的奔牛節 彷彿象徵越南狂奔的經濟 準備迎接多頭大牛市 陳一代工廠員工手腳不停忙碌著 以紡織品出口為重要支柱的越南 製造業快速崛起技術水平提升 如今已經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 中美貿易戰先起工廠千禧潮 外國資本逃離中國往東南亞移動 越南成了當中的最大贏家 根據世界銀行2022年9月份報告 亞太地區經濟展望以越南最為亮眼 估計2022年將強勁增長7.2% 超過馬來西亞 菲律賓等其他東南亞國家 把中國狠狠甩在腦後 隨著更多外資持續進駐 受惠於文件的製造業和零售銷售 強勁復甦 越南成了2022年亞洲經濟成長王 今年GDP增長率快速暴增 第三季達到13.6% 更是2009年以來首度創下雙位數增幅 經濟增長率領先亞洲各國 以出口為基石的越南經濟 從全球經濟複數中受益 名副其實成為世界工廠 隨著高科技產品 佔出口的比重逐年增加 2010年13%到2020年 已經達到42% 各大知名科技品牌 像是英特爾 三星等 在這裡建立供應鏈 仔細看蘋果的產品包裝 也出現越南組裝的字樣 蘋果在越南設置超過20家供應商 成功擠進蘋果供應鏈前6名 我的下一個動作是 越南的技術出口帶動經濟增長 在中國因為疫情 經濟放緩的同時 越南製造業的成功 晉升為亞洲成長領頭羊 近新聞張元 王李奇報導 台灣東南亞 下段節目來看到 大客戶超微的業績大爆雷 台積電股價慘被拖下水 我們看到美國聯準會 積極的升息打通膨 其實已經衝擊到市場需求 最近半導體業 陸續的傳出砍單的消息 那最近看到的是 晶片大廠超微AMD 他第三季的業績大爆雷 也拖累了台積電 今天股價重挫將近百分之三 台北股市收盤之後 台積電也公佈了九月的營收 數字來到兩千零八十二億元 這是單月歷史的第二高的數字 不過同時也比八月 減少了百分之四點五 中斷了之前屢創新高的記錄 我們來看到十月六號 美股收盤之後 超微公佈了初步的財報 是遠遠不如預期 其實反映的就是 個人電腦的需求 大幅的走平 那第三季的營收 五十六億美元 比公司八月預測的六十七億 大減了十一億 營收的年增率 直接大砍將近一半 從原本的百分之五十五 下修到百分之二十九 毛利率也從原本預計的 百分之五十四 縮減到百分之五十 現在全球的通膨風暴之高不下 經濟就命令衰退 那影響到消費者信心 它也紛紛的減少支出 衝擊到個人電腦的需求 那超微執行長 舒之鋒就提到說 上一季的個人電腦市場 明顯的是比較弱 那在總體經濟情勢 也導致這個市場的需求 低於預期 營收也大幅修正 同時也警告 未來整個供應鏈的庫存 也會大幅調整 再來關心 美國總統拜登 跨出了大麻除罪化的第一步 在十月六號 他簽署了行政命令 那過去因為持有大麻 觸犯聯邦法令 被定罪的美國民眾 大概有六千五百人 通通都會獲得赦免 拜登還指示說 衛生部門要研議 把大麻歸類為危險性 比較低的藥物 那這對多年來苦等 除罪化的美加大麻 醫者來說 當然是好消息 他們的股價也瞬間噴出 來看到是 首先是兩檔大麻ETF 他分別上漲了 百分之三十四 和百分之十九 這數字呢 是雙雙創下了 歷年來單日的最大漲幅 那美國的兩大業者 漲幅也有超過三成 同樣也是創下了歷史記錄 再來看到的是 加拿大極黨的大麻股 漲勢也非常生猛 普遍呢 也都有一到三成的漲幅表現 分析師看好 如果未來真的 大麻出罪化的話 這些大麻股 將會大翻身 目前包含了 華盛頓特區 以及十九個州 他已經讓成人 娛樂用的大麻合法化 那全美將近四十個州 也都不同程度的開放 但是聯邦政府 還是沒有修法 還是把大麻跟海洛因 並列為一級毒品 因此呢 種植或是販賣大麻的 相關企業 他都被大多數的 大型銀行 列為拒絕往來戶 也禁止在紐約證交所 和納斯達克上市 只能到上櫃交易 或是轉到加拿大掛牌 那美國總統拜登 敢在其中選舉之前 實現競選承諾 是真的有心 幫大麻除罪化 還是只是為了拉抬選情 還是有人抱持 懷疑的態度 休息一下 繼續進轉全球 台灣目標在二零五零年 達成淨零碳排 那其中碳排量很高的建築業 它是很重要的環節 政府現在積極推動綠建築 他也訂定了一套評估系統 那這樣一個制度 能夠達到哪一些效益 一起來看到 台灣綠建築的發展 牆上一線多個特殊專片 以戶外溫度變化 呈現不同顏色 具有隔熱能力 再往上一看 屋頂斜前面的太陽冷板 和極熱管 讓每天發電量 大於耗電量 能源自給自足 從戶外走進室內 還可以發現 用物聯網裝置 偵測調節 保持室內恆溫的巧思 在這次中加入了非常多創新的設計 包含我們如何在空間的使用分區上面 做出了一個玻璃的盒子 在這個玻璃盒子裡面去蓄熱 同時我們做出了一些比較深的陽台 讓它在這地方 可以有一些比較陰涼的空間 那對應在歐洲跟台灣的天氣 在不同的時候 我們需要不同的這個溫度的空氣 我們就各自從這兩個地方把溫度給 把這個空氣給換進我們的室內來 所以讓我們這個室內 得到一個非常穩定舒適的氣溫 跟它的濕度 這棟名為台灣錯的房子 是由陽明交大跨領域設計科學中心 帶領學生一起建造完成 在德國搭建參賽原型屋 教住歐洲杯太陽能十項全能 綠建築競競賽 成功摘下建築項目金獎 以及創新項目銅獎 而建築的梁柱樓板等 都是以南投柳山執作而成 是台灣首座百分之百 國產中木購建築 台灣在木購造建築上面 其實在全球的趨勢下面 是稍微落後的一點點 這個落後其實並不是在 我們沒有足夠的林業資源 反而是我們在過去的數十年間 其實缺乏有效地去使用林業的資源 木頭它有一個非常低的 熱傳導的係數 所以我們的房子它的熱 其實很不容易從外面導進來 也很不容易從裡面導出去 所以讓我們裡面跟外面 有一個非常好的絕緣的保護 串連龐大產業鏈 自產自製 從建材生產到組裝 都是附碳排放 當台灣設計實力要上國際的同時 其實國內已經有不少綠建築 融入我們的生活 挑高八米的圖書館大廳 放眼望去全是木質設計 空氣中融合了書箱與木頭香氣 走到二樓越覽區有一大片落地窗 陽光直射進來採光家 四樓天花牆面以礦石化作用 乾燥形成的濾建材鑽泥板 製作而成 天窗吊扇能幫助照明 加強空調節能 往戶外走去 南側外觀有四十五本大書組成 設計相當新穎 這裡是桃園中立隆岡圖書館 更是具有鑽石標章的濾建築 它除了遮氧之外 它也有隔音的作用 還有就是視線 因為我們前面都是一些老舊的房子 那它坐在窗邊的話 它其實可以看到一個很乾淨的 很大片的一個木構造 每本書裡面 它還是蕴藏著一些排水的實際的系統 它就形成一個四十五本大書 形成的書群的過濾系統 那過濾濾陽光 聲音 水等等的 龍岡圖書館有不少濾建築基本元素 包括太陽能光電系統 每年發電量約1.9萬度 可減少10.06噸碳排放量 還有回收雨水設備 並搭配兩個五噸主機槽 以及室內75%綠建材 變平節能空調等 能同時達到開源節流功效 也讓越來越多人了解何謂綠建築 台灣的民眾其實對建築很陌生 我現在如果有一個綠建築標章 那是政府認證的嘛 那我就可以跟機關講跟學校講 他們就會來參訪 我們這個圖書館後來還算蠻受歡迎的 鏡頭轉到華航總部園區 漫步在步道上 被七里香 白木打草等 一萬多株植物環繞 4.7公頃基地 綠化面積就佔了27% 又因為種植橋木 灌木 地坯 三大類多層次的綠化植物 比種植單一類植物 可以多吸收9000噸的二氧化碳 不僅緩和高溫氣候減少噪音 還能美化環境 我們園區這邊有非常多樣 而且以多層次的方式呈現 然後搭配台灣的原生樹種 在食物上面的確讓我們員工 在工作之餘 透過這個園區的一個漫步這部分 來體驗這個綠化環境 不只戶外履宜盎然 華航頂樓架設312片太陽冷板 年發電量21萬度 地下室廠房內有雨水回收設備 一年回收量高達1.2萬噸 提供廁所 噴水池以及直批灌溉用水 拉一下燈立刻熄滅 接著就能離開座位 辦公室裡設置獨立燈鋸拉環 全體動員參與省電大作戰 綠建築的成效也相當顯著 2021年用電量與前一年相比 降低6.2% 用水也減少10% 2008年BOT案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已經導入了 綠建築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基地 及我們工程的這個類型上 考量上 我們是從這個符合 等於說綠化量 以及基地保水 以及日行的節能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水資源 等四項的這個綠建築的指標 企業 公家機關 學界 都朝綠建築趨勢發展 尤其標章通過建數 更是屢創新高 從2017年646建 到2021年突破以前建 讓綠建築不再只是口號 而是有失之的體現力 透過這些遍布 在全台灣的綠建築 它所展現出來的 對於節電跟節水 還有二氧化碳減量的成果 也相當豐碩 那在節液用電的部分 目前每一年大概可以節省 用電量大概是24億度 那在節水的部分 也超過了一億一千萬噸 那二氧化碳的減量方面 更高達了135萬公噸 那這個二氧化碳減量 130萬公噸 大概相當於 三個台北市面積大的人造森林 一年可以吸收的 這個二氧化碳的數量 永續發展是普世價值 建築也朝節能減碳方向發展 為減緩全球暖化 經營奮力 而臺灣是綠建築密度最高的國家 除了政府和業者持續精進 關鍵技術與發展策略 民眾在購物或租屋時 也可以主動把綠建築煉為優先考量 共同實踐二零五零年 盡量碳排目標 喜歡我們的內容 歡迎留言讓我們知道 也請您按讚分享 持續訂閱鎖定 節目最後帶你漫步 發國巴黎 商界立社大道 這兩天就感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 票